第四集 隨著音樂動感熱舞 航空公司為秋季東北亞 東南亞客運航線布局 航空業和民眾都很關心 邊境何時開放 科運生已回來了 但目前入境仍有單週四萬人的限制 對此航空業者也向指揮中心喊話 期盼邊境限制能越少越好 所給我們設的限制 但我也希望將來能夠逐步的開放 但指揮官王必勝還是認為 等到幼酮疫苗覆蓋率達到50% 才會考慮放寬邊境 到底秋天有沒有機會全面解封 還得持續觀察後續疫情發展 華視文方一提理事件 Table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